各位學員,大家好!我是台北科技大學的許東亞徐老師 我們這一門課叫做工業電子學 在這一門課裡面,我會教一些簡單的基本的工業電子學的概念跟一些控制的概念 首先第一章我要介紹電子控制跟一些感測器的基本概念給大家 這一章主要學習的目標是,第一個了解電子控制應用在什麼地方跟一些感測器的一些特性 首先我會介紹溫度感測器,即我們常用的溫度感測器有哪幾種,然後它有什麼特性 接下來我會介紹一些光的感測器,光敏電阻還有一些光二極體等等 之後我們介紹一下位置感測器,這是我們機械控制裡面非常常用的一些東西 最後我們會做一個簡單的一個實作的電路實驗 我們都知道電子控制跟感測器在我們一般生活上它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就先了解電子控制應用在什麼地方 還有一些感測器的一些特性 感測器的特性 這是我們家裡面非常常用的叫做電暖爐 電暖爐因為它在冬天的時候它要加熱 加熱的時候勢必我們就知道溫度 然後用這個溫度就可以來控制我們整個的回路 另外一個東西就是所謂的對向車燈的改變 比如說對向車燈車來了,我們可以將我們自己的燈光把它降低 這是光感測器的另外一個利用,這個是我們常用的 當然電子控制裡面我們就是要透過這種電子零件才能發揮作用 才能控制我們這一邊場所需要的一些特性 我們在這裡面電子控制使用特性跟分析是電路的一些控制的基礎 所以我們在一些家電用品、工業自動化的產品或控制 都必須要有這些基本的知識 這些電子零件最常用的還是首先要講的電晶體 然後第二個是雜流體 第三個是放大器 特別最近這幾年因為數位電路的流行 所以很多的放大器、很多的雜流體用的非常的多 所以各位同學或各位學員 如果要自動控制方面這一邊走的話 電子控制這些零件都一定要知道它的特性 都一定要知道它的特性 在電子控制之前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感測器 感測器我們的英文叫做sensor 比如說當我們進入電影院的時候 燈光會漸漸地變暗來控制 或是說我們進入電影院之後它就會亮起來 這個東西它怎麼樣控制的 主要是利用光的強度把它轉成一個電的訊號 我們稱為感測器 所以其實感測器最主要的作用是 將所謂的物理量把它變成一個電的訊號 然後經過這個電的訊號就送到控制部來 然後這個控制部來我們就可以 藉由控制部來控制負載、控制燈絲 或是控制我們的馬達、控制我們的relay等等 這就是我們感測器一般的主要的作用 所以感測器主要是將 剛才我們所講的感測器主要是將溫度、光的強度 還有物體的位置轉換成相對的所謂的電氣量 是被動或主動的元件 這個叫做感測器 那感測器當然除了有溫度、光的強度、物體的位置 還有很多 那如果在我們機械系裡面 特別是我們機械的學生常用的 還有壓力的感測器 還有所謂的數量的感測器 還有加速度等等 這些都是我們感測器之一 然後最近比較流行的就是所謂的 我們常講的所謂陀螺椅 其實它是一個感測器之一 那感測器最主要的作用 只要將這個東西 物理的東西 就是將物體的位置、溫度、光的強度 把它透過感測器 把它變成電壓、電流或電阻等等的電氣量 我們利用這個電氣量就可以來做控制 就可以來做控制 所以一般使用的感測器 我們目前 我在這一堂課裡面主要教幾個簡單的 比如說溫度的感測器 所謂的光的感測器 還有位子的感測器 那感測溫度的我們常用的 目前全世界上最常用的在這幾種 比如說熱敏電阻 還有熱電偶 那光的感測器 比如說有CDA4 光電二極體 當然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一些其他比較特殊的 然後位子的感測器 我們目前在機械裡面 也就是說機械領域裡面常用的 比如說電位感測器 還有插動變壓器等等 這是我們目前我們在這一個章節裡面 所要教的 那如果各位學員 或是各位同學 如果是機械系的學生 那你如果對所謂的加速度 硬啊 還是所謂的變形 硬等等 有興趣的話 你在網路上可以找到很多相關的 所謂感測器的訊號 或是感測器它本身的結構 那你可以從這些結構知道說 它出來的訊號到底是電壓、電流等等 甚至於還有我們流體力學常用的 或是流量劑等等 這些都是我們感測器之一 都是我們感測器之一 各位學員 在我們的機械領域裡面 我們的位子感測器 除了剛才講的電位感測器 插動變壓器之外 還有很多 比如說力量的感測器 還有所謂的流量的感測器等等 如果各位同學有興趣的話 你在網路上可以找到很多相關的知識 比如說位置的變化 或是力量的變化 跟電壓跟電流的關係是如何 這是我們在學感測器所應該要注意的 以上介紹各幾種感測器 如果各位學員有興趣的話 我們在下一個章節會介紹溫度、光等位置的感測器 更詳細的內容給大家知道